各位观众 今天还是访问鲜花上人 师父您好 那您昨天谈到就是离开了天津 之后就到上海 对不对 那到上海又怎么样呢 上海就到武昌 在武昌正脚寺住了一个时期 在正脚寺那时候 我在那个庙上又当香灯 又当水头又当菜头 所有人家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我都来做 所以教的那时候是 对修行是很有进步 常常就有一股香气笼罩着 这股香气不是人间所能闻到的 是一种异香 异香人间是没有的 所以常常有这个样子 以后嘛 从这个 武昌 就到葡萄山去 拜观音菩萨 到葡萄山呢 那时候 这个 也在葡萄山那个地方受了戒 所以嘛 受戒以后 又到了苏州灵营山 在苏州灵营山呢 进入这个戒律 小院 在戒律小院里头啊 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以后嘛 就又回到东北沈阳 在到沈阳之后 向各位一宣问呢 说哈尔滨不能去了 所以于是乎 我又回到苏州灵营山 苏州灵营山呢 那时候啊 本来想要在那儿 再住多一个时间 以后嘛 因为有特殊情形呢 我就到广东 到广东呢 来见这个 徐云老和尚 那马爸南华寺 那么在南华寺啊 和这个云门 又住了有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嘛 就到了广州六龙寺 在六龙寺啊 住的时候 以后嘛 就又一路一路 走到香港 这是啊 在这个大概的情形呢 是这样子 在这个六龙寺 以后到香港呢 是八月十八到香港 可是八月二十一啊 这个广州又都解放了 所以以后就回不去 这个大陆上去了 这是我在大陆到香港的 前后的经过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在这儿呢 感谢观看